万事如意 说你呢 身体健康 别说话 你 刚才说的代表相声演员给大家拜年 怎么了 你凭什么代表相声剑 你算是哪根葱 谁不知道啊 你说相声没人听了 该演小品 小品没人看了 搞主持去了 主持到最后一个栏目都没有了 对吗朋友 这个话咱们得说清楚 我不是说相声说不了了才去干别的 我是把相声说到一定的境界 说到极致我才去干别的 你们把腿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还说到一定境界 我问你 你说到什么境界了 告诉各位 相声演员分三等 哪三等 三等演员当选手 参加大赛团结一心拿大奖 说你 说你 说你呢 你们俩 二等演员忙走学 忙着上各种栏目 打开电视 震光瓦亮的全是他 说你的 一等演员当评委 负责给二三等演员打分 那请问你是几等演员呢 我在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 担任过评委 自然属于一等行列之内 再代表相声演员 我不能代表相声演员了 这有生命危险 再说相声也不时尚 咱们找一时尚 现在什么时尚 讲谈 讲谈不就这样吗 这和尚跟吉亚兰呐 不是您听的那样 是实上是实上 这和尚跟吉亚兰呐 他说呀 但是说呀 诸位朋友们 我说话就他那声吗 那个您是打哪来呀 我打北边来呀 北北北边在哪 你连北都找不着我了 还知道我是谁呀 我说您什么意思 我听你刚才那话茬 对我们坛子里的人 有点意见 不就是讲历史吗 谁不会呀 你也能讲历史 这什么话怎么讲不了啊 那我考你一段 问问问 我问你 这吉小兰的烟炸锅有多长 和尚取了几房 一太太家里有几间房 供探面积有多少 这慈禧太后的双眼皮儿 这不就是打招呼吗 什么来历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不知道我敢考你吗 那您说 据大明会典记载 这请安哪 源于明朝 原本是一种军令 你想啊 士兵见到将军应该下跪 是啊 但是身穿铠甲 他没法下跪 不方便 于是只能去一席或半席 日久天长 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请安礼节 哦是这么回事 长学问 不过我们都个几个都想知道这个请安哪究竟是怎么个具体的情况 那个金老师这么办 您在这里呢 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请安 哎 那个 让王平呢 在旁边给我们演示一下 你们大家可以给我请 王平 打现在开始 咱们台上 谁说了都不算 你的意思呢 观众朋友们 想不想了解了解 什么叫规范的请安 您呐 为了各位观众啊 从我委屈一顿 您呐 哎 立正 面向他们算个站好 你瞧这发人家得意 左腿向前迈 左手扶膝 右手自然下垂 右腿棒跪 好了 开始吧您呐 好 走走走走走 给你们请安啦 哈哈 起来吧 王公公 我看呢 今儿咱们就倒上 走 走 喝茶喝茶喝茶 什么叫倒这儿呢 我离你都远点 我也不代表相声界 我也不代表讲餐了 我会的样子多 好 这回朋友们 我代表戏曲界给各位拜年 王公公 嘴下留德吧 别说了 我看你嘴下留德吧 谁是王公公 啊 我请你刚才啊 要代表戏曲界给大家拜年 有没有这回事啊 怎么了 瞧见没有 相声界他混不下去了 搞戏曲界脚子来了 哎呀 我说你低调点好不好啊 我还不低调呢 我大小的成果有点小名气 我也算个名人 你还算名人 怎么了 你知道什么叫名人呢 你你说什么叫名人 告诉他 名人呐 就是储名前 别人不知道他是谁 这不废话吗 等储名后啊 他不知道啊 自己啊 是谁的人 你现在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 你们俩小不点 我告诉你们俩啊 我吃过的盐 比你们吃过的饭都多 那只能说明你考重 我愿意变成艳末虎 你管不着 我走过的桥皮 你们俩走过的路都多 那什么说明你啊 无路可走 对啊 嘿嘿嘿 好 非得把我起的票合去不合 这样吧 你们说我没资格代表戏曲界 那么谁有资格代表戏曲界呢 今天呢 虽然来了不少戏曲名人 对 但戏曲啊 要从娃娃抓起 所以啊 我们来代表戏曲界给大家拜年 观众朋友们快说好啊 听不见了没 你学点好 这一号你少学点啊 这样 你们小哥俩呢 在这唱一段 如果唱好了 大家一鼓掌 就等于你们给大家拜年了 如果没唱好 对不起 还得我来 哥还要把它给他晾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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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这时候就付了 来 你跟我打你屁股 你信吗 你的任务啊 非常简单 怎么回事 他照顾你 你答应医生就行 就这么简单 他喊我 我一答应 完了 行了 咱们开始吧 大屁 小孩不错 大小娃娃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又怎么了 叫你呢 他刚才那是叫我的 你哼什么你 你倒说我咋知道 丑狼的来一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咱们开始啊 唱你 胡大天 什么 你对什么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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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 好 好 很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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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